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除了关注你之外 还会对你的私生活比较感兴趣 就像情感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也发现 许多的男星在成名之后 就会抛弃自己的妻子 不过在娱乐圈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非常多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男星也是如此 而且出到至今的 他也拍摄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也算是娱乐圈中的一位老戏顾了 不过 却是在成名之后 也抛弃自己的发妻 取比自己小15岁的小娇妻 他就是王志飞 王志飞出生于1965年在自己10岁的时候 一位老师写的一本话剧剧本 出演里面的一个角色 从这之后的王志飞就喜欢上了表演 也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演员 所以在王志飞长大之后 就考上了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 再加上自己良好的表现 最后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 就在1987年的时候 因为出演《好爸爸坏爸爸》中的教师陈平 而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儿童电视连续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 之后的王志飞还出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就像突出重围 冲出迷雾等剧 也获得不少的奖项 虽然王志飞的演艺道路看起来一帆风顺 但是因为曾在一次采访中 王志飞表示 因为自己的父母是龙俩人的原因 小时候的他 不管是在哪里都会受到他人的嘲笑 不过 好在最后也凭借自己的努力 闯出了一番天地 除了在家庭上如此 就连自己在爱情上也不是很顺利 甚至受到大家的争议王志飞 曾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本来两人在结婚之后 生下一个孩子 他实在王志飞有了名气之后 就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妻子 这样的做法 也让大家对他议论纷纷之后 王志飞又和张欣义恋爱 不过两人也只是谈了七年的恋爱 就结束了这段感情 随后 王志飞又娶了一位比自己小15岁的小娇妻张静函 也许是王志飞终于遇到了真爱 两人结婚多年来 也是比较恩爱的在婚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